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好貓了 意思就是說現在真的等不及 是很迫切需要土地興建房屋 經民聯眾立法會議員日前發布 香港十年安居計劃建議書 提出五大建議促進政府多管齊下 增加土地以及房屋供應 務求在十年內開發2400公頃土地 增加65萬個公司營房屋單位 將人均居住面積由161呎增至200呎 方法包括近期熱意的開發郊野公園邊垂 郊野公園的邊垂地帶是屬於政府土地 亦都沒有人居住和運作 如果計劃成住宅用地之後 其實政府是無需要作出賠償和安置 大大地降低了時間和金錢上面的成本 另外 郊野公園邊垂地帶 鄰近已經發展地區 除了生態價值傳移之外 更加是鄰近交通基建和生活設施 其實開發成本是很低的 政府應該將郊野公園邊垂地帶 建屋納入香港十年安居計劃 爭取在四十多公頂的兩個試點發展房屋 頭五年可以考慮在二十公頂的大嵐用地上 先行先試 而後五年再發展面積相約的水泉澳用地 長遠將佔郊野公園總面積的3% 約1329公頂的邊垂地帶 改劃為住宅用地 其餘建議還包括大規模重建公共屋村 大幅開發新界土地 尋找維港以外地方填海等 對於政府早前表明發展郊野公園邊垂土地 非現屆政府首要工作 經民聯主席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回應 經民聯強烈認為 其實要做地建屋一定要多元化 沒有一個單一方案可以解決整個問題 不逢的方法都有採用的可能 甚至沒有採用的必要 譬如郊野公園邊垂這個研究 我很記得當時政府說房協會做這個研究 是很多連基層的居民組織都出來拍掌叫好 因為假如你是鄰近公屋要排幾年 你發覺如果在水泉澳或者大嵐 原來還有地方可以建更多公屋單位 他們是支持這個研究的